欢迎来到爱家好意思 现在我们已经是一个很多元的社会 所以家庭的组成 有些是双薪的家庭 有些是全职妈妈 那当然也有一些是隔代的 很多很多各样的状态 对于小朋友的代养上面 如果说一个人分身乏术 比如说一个妈妈 她可能要雇两个小孩 三个小孩 或她自己本身的工作太忙 以前就是很二言的思维 就是丢学校 再不然就是安清班 那剩下时间在家里 就可能两个地方而已 最近开始多了一个选项 就是我不希望我的孩子 一直待在学校 或是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去安清班 但是我又希望我的孩子 能够有一些有趣的活动 甚至让爸爸妈妈 能够喘息的机会 那这个我现在就叫共学团体 随着网络的进步 真的很多爸爸妈妈 在网络上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 组成一个同样年龄 共学团体之后 爸爸妈妈就比较轻松 小孩也有玩伴可以玩 可是要怎么样才能找到适合的 这样的一个团体呢 今天我们的飞飞妈妈 她的孩子有进了共学团体 而且她还有新的问题 我们听听看她怎么说 大家好 我是飞飞妈妈 那我最近有参加 就是属于基隆的共学团 那其实在共学团中 我学到了很多 那因为毕竟我是全职妈妈 有时候会难免会把自己小孩 跟其他小朋友做一些比较 那我开始有点发现说 飞飞的语言这一块 可能跟其他小朋友相比 有点慢了 那所以有一些担心 然后想要请问黄医师说 对于这一块 有没有什么可以好 可以帮我解决的呢 那我们就立刻去飞飞妈妈家 去看看飞飞也听听妈妈的问题 是什么呢 哈喽 绝人 你好 你好 嗨 绝人 你好 绝人你竟然是两二宝妈了 对 那你这个二宝妈的过程当中 都没有帮手吗 目前为止都是我自己在小朋友 对 因为爸爸会比较晚下班 对 所以几乎都很以我跟他相处为主 是 所以后来你怎么找到那个共学团体 然后让你可以松一口气 一开始我是从那个 因为现在其实脸书很 资讯很发展 一开始我是从脸书上面去搜寻 有关于基隆共学团的部分 那从脸书开始加入之后 我们会有一个群组 就是LINE的群组 群组里面就是会开始 因为我们大概有二三十个妈妈 会在里面 那我们就是一个礼拜 会有一个妈妈出来主持一个课程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曾经有一些就是 因为参加这个共学团而有 内心的一些冲击或想法 一定多多少少会有 因为 刚从年级相处在一起 你就会开始比较 因为没有办法 就会想说 为什么她的小孩可以做到 可以做到某件事 我的小孩没有办法 对 然后加上是全职妈妈 就会给自己一种 还是会给自己一点压力 想说我自己都 我都自己带了 然后为什么她还有些事情 她好像没有办法滷器完成 对 有一次对我冲击最大是 我参加一个亲子馆的活动 那因为前阵子那个万圣节 万圣节刚结束 然后那时候会有要糖果的 那个活动 那老师 老师主要发糖果 他会跟小朋友说 小朋友要讲那个 不导弹就给糖 老师说你要讲这句话 才有穿过我可以吃 前面小朋友都讲了 都拿到糖果 然后轮到我女儿的时候 老师请她讲 她讲不出来 所以她没有糖果 老师就走了 我老师就走了 然后当下 我内心已经在流眼泪 对 对 然后但是我就是很 冷静跟她讲说 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去下一站 因为我们知道菲菲 她的语言发展 很比较慢一点 她可能不打算直接给糖 她就只会讲糖 对 对不对 对她来说太难了 但是我没有想到 老师居然离开 对 所以 这个是我觉得对我冲击最大事 对 让我觉得 好像 真的跟其他小朋友不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借由菲仁 跟我们分享她的二宝妈的过程 我们了解 原来其实可以上网找一些共学团 同样年龄的孩子 可以在里面一起玩 而且每一个妈妈能够贡献自己 所学 或者是安排一个活动 其实可以让大家在育儿过程当中 有同才可以玩 然后又可以疏解妈妈的压力 但我们也同时 希望每一个妈妈能够从这个故事当中 先想一想 我们是不是常常把孩子的表现当作成绩单 当我们挥开这样的意念的时候 是不是在把那样的一个心思回到自己身上 是我怎么样能够告诉自己 其实我做得很好 我是一个好妈妈呢 我们看一下爱家团团怎么说 好的 所以本来送小孩子去共学团体 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心理上 身体上的喘息 但是难免全职妈妈 也会有一点这种比较的心态 开始会担心自己的孩子 是不是能够融入 开始跟其他的孩子 有一些比较的这种状态 对自己的否定等等这些问题 今天我们请到两位专家 一个是共学团的老鸟 小麦妈她来分享她孩子 长期在共学团里面的一些心路历程 另外我们请到在家教育的专家 黄夏诚老师 一起来跟我们解决 菲菲妈妈的心理问题 这共学团的成立 其实我觉得是拜网络之士了 对不对 是 以前的人可能街头巷尾 你说要找到童年龄就 有一点点困难 如果说又要志同道合 那就真的不容易找 但现在有的网路比较方便 所以像这种学龄前的话 黄老师的经验 学龄前的孩子 他们的共学团好找吗 还是说其实都被幼儿园 就吸走了 我第一个共学团是二十年前成立的 我女儿 祖师爷 我女儿三岁的时候 我女儿进大学毕业 三岁的时候 然后我们也想说 要不要自己带来看 对 因为随便没有法律的限制 对 所以我们刚好有一群朋友 我们就这样开始在做 对 所以我从他三岁一直到他上大学之前 大概包括我的小儿子 今年国中二年级 大概组大概七到八个共学团 七到八公学团 因着每个阶段他有不同的需要 对 那当初这个组的时候 遇到的困境或瓶颈是什么 第一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 但是我们就想说 花那么多钱 如果只是放在幼稚园托手 这样子托广一天 成本太高 他不一定学到什么东西 然后可能该学的没有学到 坏习惯前一样成 我们自己这样过来的 对 所以我们想说 有没有可能我们自己自主性 去做一些事情 对 教养有两个很重要的根基 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 这个关系是很根基式的 那如果我们关系好的时候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都有机会可以产生影响力 第二个我觉得不能不了解的 就是孩子可能的天分 他的天分才能培养出 他一生的能力 不然你硬塞给他能力 他可能下个阶段就不能够再走上去了 他遇到瓶颈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供学也好 在学校也好 你的关系是持续一生的 然后让他的天分是一生可以用的 所以像那个刚刚我们菲菲妈 她们就是一个妈妈负责一次聚会 比如说我的专门也许 也不是说我的专门 就是也许我能够找到的资源是花花 然后他就找个花花 我能找到资源是消防队 就是消防队这样 那这样也许就随着妈妈的组成的 本身的气质或本身的资源不同 就有进有动 可能就会活泼一点 是 小妹妈当初你们在筛选 共学团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意见不合 然后有人离开 有人进来这样的状态 我们那时候就是好不容易都已经 也是第一次组成的时候凑了三个 然后要正式运作前一个礼拜 一家退出 前两天第二家退出 又回到你们家一家 因为大家通常的理由都是 家人有很多的意见 真的不去学什么吗 这样子 对 你们这样子玩 这个老师是什么背景的 对 就是这样 然后两家就退出了 那因为我们家真的就是 不希望可以 就是希望可以有一点别的选择 但因为我自己还有个小的 我真的没有办法全新的 带大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撑着 我们真的就真的撑了快两个月 富老是全新 因为共学他其实比较 分摊 对他是分摊 分摊资源也分摊费用 我们就这样子撑了快两个月 然后才又再找到了 另外两家 这个老师你又是怎么找的呢 我们一开始的老师是透过共学的 媒合机构来的 然后他会推荐一些老师 然后我们当初还在的那三个家庭 是一起面试他们 是 但是我们比较去看老师的特质 就是他的爱心 然后他比较有没有就是 包容数比较大 对 因为我觉得他其实有一点点像 是家长的一个替环的角色 不过我觉得因为我们的经验 就是学龄前甚至到小学三年级 甚至到四年级 我觉得80%到90% 父母亲这里可以带 因为现在父母亲都大学毕业 对 大学毕业你要教孩子的国文 英文 数学 其实大致上是可以 那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工具 是比我们当年更有趣了 可以吸引住孩子 去进行那个互动跟学习 对 你只要陪伴 你只要旁边陪着 他心定下来 他其实都可以进行这个过程 好 所以学龄前 当然就是玩中学 尽量就是以游戏活动 那这个如果家长是能够 像飞飞妈妈她们是轮流的 轮替的 那当然家长自己本身就可以担任 那学龄后的 因为其实像小妹妈 你们家的状况是 白天已经在学校学习学科 所以你们尽量 你们下午的共学的活动 就比较倾向于非学术性的 如果是走共学这个的前提 就是家长可能就会 都会比较希望是 往这样多元的方向去发展 因为从另外一个教室 到安晴班 都是教室到教室 那其实很多小孩的问题就是 其实他们都会有一些躁动的情绪 那很多人都认为说是 是孩子有什么问题 但其实很多都是因为动得不够 所以他进不下来 所以我们那时候在设想的时候 就是希望就是在这个调配上 动静都可以兼顾得到 然后在那个课程设计的 因为它其实就是很一个小班制 所以老师跟小孩跟家长 我们每个月都会开一次例会 然后去讨论我们这个月 希望带给孩子的是什么东西 那我觉得现在到目前为止的状态 是挺好的 就是每个月我们可以去设定主题 像上个月的主题 我就觉得还蛮喜欢 因为大家就讲到 现在孩子好像比较没有同理心 包容心也不太够 我们希望以这样子的角度去设计 老师就有规划出几个 比如说他们现在 目前就是在流浪动物之家 对啊 然后照顾流浪动物 然后他们这些 本来会害怕猫猫狗狗的 因为他就是有近距离的接触 然后也了解他的身世 就是那个怜悯之心 然后你后续不是说 你要照顾就可以照顾 你有没有能力 然后还有一天 老师就是一个礼拜五 带他们把书包倒空 装垃圾袋 然后背在前面 就拿着夹子去家附近捡垃圾 孩子才真的好惊讶说 怎么会有这么多垃圾 因为这些以前是 他不会看到的东西 后来孩子们好有 很有那个参与感 很有认同感 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 它会影响到你的生活 它不是一次性的一个东西 因为学团其实就是生活 对 然后现在孩子们出去 他会自己跟老板说 不要塑胶袋 不要 谢谢 或是出门前说 妈妈我们家要买什么 我们可以自己带什么东西去装 对 对 我觉得这样子的回馈 很直接 而且很 很在生活里面看到 小妹妈 你有碰过这样的状况 就是说 别的孩子的发展 比如说 带着孩子一起去做一个计划 一个计划 就别的小孩没有 表现太好了 好到你自己觉得 我家小孩 怎么会落后这么多呢 你有曾经因为这样 尤其你是全职妈妈 你跟飞飞妈很像 会不会有这种说 我都已经全职带她了 我怎么会表现得这么不好 因为曾经 就是不见得是有罚作 但是心里面有这样纳闷 其实以我们这个工学团来讲 三个孩子里面有两个女生 一个 我儿子是男生 那其实在本身的特质上 就很不一样 对 两个女生很明显 因为她们都要做报告 就是画画 两个女生都好会画画 对 我看了都觉得 因为妈妈本身也不会画画 儿子总可能会画到哪里去 而且又没耐心 你说在里面 会不会孩子有比较的 这个东西 会啊 当然会这样子觉得 但是因为 老师很明显就告诉你 就是孩子就是不一样 对 他自己说啦 我在里面我力气最大 对 我可以帮你们做 你们不能做的 就是总是要去 看到不一样的地方 也鼓励很多爸爸妈妈 如果你也想让你的孩子 在一个体制外 不同的一个思考的话 可以想想看 公学团这条路 然后我们也很感谢 就是很幸运地 在公学团里面 找到了一个 很合适的老师 也很感谢 其他家长的这些包容 我必须要很诚实地说 很多的家长 不管是全职妈妈 或者是求好心切的 这种职业妇女 常常会把孩子 当作我当父母的成绩单 我的小孩表现好 我就是好父母 我小孩表现不好 我就觉得 我怎么没有把小孩教好 我就不讲别人 我就讲我自己 当我看到我的孩子 可能跟你们想象不一样 是我陪他打球 然后我看到他那个球 也丢不好 用力一丢球往后飞 然后那个球过来 没有一球碰得到球的 好 那也许我 如果左右都没有人就算了 偏偏我一回头 大家都在看 就在约莫几公尺外 有一个跟他年龄 差不多的小孩 比他还小一岁 因为他们的小孩 跟我们是 以前在同一个幼儿园 看到他的爸爸 在陪他打球 那个小孩 每一球都击中球星 那个哐哐哐的声音 就如同当头棒喝 打在我的心中 就是 我到底是扮演 多糟糕的父亲 我的小孩为什么 跟那个小孩差这么多 那一刻 我当然也会很挫折 当然 事后我就有点自我说服 我的小孩是文青 那是这样的一个自我说服 但是我觉得那个情绪是很真实的 那是过了几年以后 当然我有很多新的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的孩子后来 其实年纪大了 我会发现 其实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时间点 也不是真的 就是他从此就再也不会运动 如果那个时候 我就这样告诉我自己 说我的小孩就是一个 没有运动天分的小孩 也许我小孩就真的没有机会 但后来我一直从他的这个过程 我不提这些事情 我也不会让他去跟别人比 然后他年纪更大一点的时候 协调性什么都出来 稍微就是可以享受了 大气晚成 对 我也没有说他就是什么运动天才 不是 就是至少他可以享受 在运动当中 那我就觉得 好险当年我没有指 他鼻子骂 说你看看人家 从此放弃 真的是 那个时候憋得很闷 对 我讲完爸爸的故事 我相信妈妈心中也非常多这种 把孩子当作成绩单的心态 有时候会冒出来 把他吞下去 有的时候脱口而出 小妹妈怎么样去解决这个心情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们家是有信仰的关系 所以就曾经有位牧师跟我讲过 就当着我面具跟我说 忧虑 是没有办法教好孩子的 因为我觉得像 所谓有一些比较心态 其实他背后代表的是 你有一个忧虑在 对 你觉得他应该会了 他怎么还不会 对 但是是你自己觉得 你为什么 他为什么还不会 对 对 然后那位牧师也提醒我说 作为孩子的妈妈 尤其是妈妈 你应该是要最懂你孩子的人 你不要当一个救火队 就是消防员 他叫我说不要当消防员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有一点点状况 你就要去灭火 你很忙 你疲于奔命 而且你观察不到你孩子 他有什么 对 对 那这句话我觉得很提醒我 就是说 因为我们是在地上代管 就是有一点那个 专业经理人的这个角度 去看孩子 我觉得那个眼光要调教一下 对 对 就会有不同的看见 对 有的时候 当然很快会是很好的 对 但是在一个很慢 或是很挫折会的那个过程 就像你会陪他 更长的练球 对 那个之后可能留下来的会 对 不论他最后到底是不是 求打得好 但那个陪伴的过程 其实我依然觉得 我当初忍住 没有崩溃是好的 所以我不会觉得 三多年后 我不会觉得我是一个 失职的父亲 因为这个过程当中 我没有错他的威风 我没有打击他的自信心 我没有让他产生这种 局限性的思维 就是我就是不会 这件事情就与我无缘 以后我就是专心当我的文青 不再运动 运动跟我无关 我觉得那这样的话 我才真的是一个 好像做错了一件事情的 失败的父亲 但我希望 我没有给他这样的一个情绪 我每次都跟 在演讲的时候 我就说 爸爸妈妈 你要自我称赞的三部局 因为别人 没有办法称赞你这一点 我要称赞你小孩 你小孩读哪里 哈佛 大家只能看到这个 所以别人的称赞 真的是有点太过表面 所以怎么样自己称赞自己 或是夫妻 是我鼓励 夫妻及彼此鼓励 我们都说三个 第一个就是一件让你开心的事 那这个开心的事情背后 代表了你做了一件努力的事 你努力了什么 比如说小妹妈 你努力地把这个共学团经营得好 努力地找到一个老师 努力地陪伴孩子 在这些学习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挫折 是你陪着他哭 我做了努力 但是还不够 就是努力不代表成果 所以第三个就是 这个努力背后代表了我的什么价值 就是我自己本身上帝 创造我的什么特质 是 那因为这个过程当中 我发现了原来我是一个 很有耐心的人 这个耐心 我发现我是一个很有同理感的人 我发现我是一个很有弹性的人 而这些有弹性 有同理感 有耐心 或者是上帝在你心里放的这些特质 才是别人拿不走的 那么以后未来 不管你的孩子成功失败 不管你的努力是没有成果 必须你很努力就 最后就搞砸了 对不对 可是这个都没有关系 因为那个特质在你身上 其实已经安慰了你说 你不会是一个失败的父母 你只要拔持你这些良善的特质 你永远都在上帝眼中 看似美好的 从这个角度 我相信每一个爸爸妈妈就 不会再把孩子当作成绩单 他的表现 他的好坏 对 这个讲起来是容易 怎么样能够每天去练习 这是我们应该要学的功课 好 今天我们有聊到 请一位两个专家来聊共学团 还有听到这么好玩的 共学里面的一些故事 那也听到了家长纷争的时候 该怎么解决 最后也是不要把孩子当作成绩单 怎么样转换这个心态 希望今天这样的节目 对大家很有帮助 如果你家有0到18岁的孩子 有深信问 你要我们爱家好医生 也可以跟我们制作单位联络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 这句话大家都听过 可是却没有人真正应用在你孩子的育儿上面 都觉得你就是要一直往前跑 一开始就要领先 可是你有想过你的孩子可能到后半段就没有力气了 所以每次在看孩子 有些速度 他的学习速度比较快 在某些领域他比较慢 我都鼓励自己说 至少我不要给孩子一个局限性的思维 我要给他一个成长型思维 不管你今天这件事是领先还是落后 但是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 后天一定会比明天好 这过程当中你跑得快跑得慢 爸爸妈妈都会陪着你一起往前进 这样你的孩子就不会被自己的能力所局限住 认为未来都是一样 我再努力也没有用 这样的思考反而是我最不希望我孩子拥有的